從來不知道曾經何時 我竟然變成一個中共央視 所認證的一個所謂的台獨投子 或者是說那個特務投子 我真的覺得這是莫名其妙 平東方遼商長陳雅玲 捲入顧問李孟居的自拍影片 被解控仍是他騙去的 上節目自清更還原當時情況 我們是要一起去印尼 那有沒有去 沒有 就是因為我到印尼的時候 下飛機而且到主辦單位聯繫的時候 才發現那個孟居沒有來 而且我去詢問主辦單位 發現孟居沒有簽到 也沒有任何的消息 我才發現情況好像不太對 孟居好像不見了 而且是在深圳不見 一開始我只知道他去香港 就說到香港可以轉機到印尼的日 這樣的一個城市 對 所以我說我不方便 而且我的身分也不應該去對岸 本來相約印尼 沒想到十月背後是中共狡詐手法 陳雅玲聽到李孟居現身消息 多次表達心情很振奮 更大方坦稱兩人有十幾年好交期 你覺得李孟居為什麼會咬你啊 他已經被對岸 中共所謂的這個國安的機關 已經扣留一年兩個多月 正常人在那個地方三個月 就已經受不了了 因為我昨天看李孟居的這個整個影片 發現他的神情非常的奇怪 如果說他說是被我騙去 那請中共把他放回來 讓他在台灣看會不會講一樣的話 陳雅玲斬丁截鐵強調 李孟居登上央視被盜竊 絕對是中共使出奧駁 更盼望李孟居早約歸來 三宣判交號碼 日文台北報導